大家好,我是六度世界的六博士 我与小六子为大家主持《留学加拿大》 节目主要内容包括 一,枫叶国的创新孵化器 大学科技园区探秘 二,加拿大留学 精通双语的秘诀与挑战 三,留学生的加拿大农场实习 田野中的学习 那么,小六子 可以先跟我们说说枫叶国的创新孵化器 大学科技园区探秘 各位听众,今天我们要来聊聊 那个位于北方,以枫叶文明于世的国家 加拿大,以及它的大学科技园区 这些科技园区不仅是创新的孵化器 更是无数创夜梦想起飞的跑道 但在我们开始之前 我要先提醒大家 别被那些枫叶迷了眼 因为在这些枫叶的背后 可是隐藏住高科技的秘密哦 首先,让我们来谈谈 这些大学科技园区的魔法 这些地方就像是哈利波特里的霍格华兹 只不过这里郁郁的不是魔法师 而是创业家和发明家 这里有的不是魔杖和飞天扫帚 而是最尖端的科研设施和一流的研究人员 这些科技园区通常位于大学校园内或附近 提供了一个完美的生态系统 让学术研究和商业实践能够紧密结合 比如说,多门多大学的Mars Discovery District 这个名字听起来就像是火星探险队的基地 但实际上它是一个巨大的创新枢纽 专门为生命科学、健康科技、清洁科技和信息科技等领域的初创企业提供支持 这里的创业家们可能没有火星上的地盘 但他们的创新想法绝对能让你觉得他们来自另一个星球 再来看看华铁卢大学的David Johnston Research加Technology Park 这个地方以前加拿大总督的名字命名 但这里的人们可不是坐在办公室里签文件的官员 他们是一群穿梭于实验室和办公室之间的创新者 他们的工作可能会让你想起那句老话 我们不是在这里玩,我们是在这里改变世界 这些科技园区的另一个有趣之处在于他们的合作精神 你会发现,这里的人们经常跨领域合作 就像是在玩一场大规模的科技接力赛 一个想法从生物学家那里传到工程师手中 再从工程师那里传到市场专家那里 最终变成一个可以在市场上大卖特卖的产品 当然,这些科技园区也面临着挑战 毕竟,创新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有时候你会发现,把一个天才的想法转化位线使笔 在加拿大的冬天里找到一片不是枫叶的树叶,还要难 总之,加拿大的大学科技园区是一个充满活力和创造力的地方 它们不仅是学术研究的前沿,也是商业创新的温床 这里的每一个创新都像是一片枫叶,随风飘扬 最终落在这个世界的某个角落,为人们的生活带来改变 所以,下次当你看到加拿大的枫叶时,不妨想一想 也许正是这些枫叶下,正在孕育柱下一个改变世界的伟大创意呢 谢谢小六子的介绍,那再跟我们介绍一下 加拿大留学,精通双语的秘诀与挑战 各位同学,朋友们,今天我们要聊的是一个既让人兴奋 又可能让人头疼的话题,在加拿大留学时精通双语的秘诀与挑战 首先,让我们来点幽默,加拿大,一个国家,两种官方语言,无数种冷笑话 如果你以为加拿大的冬天是你在留学期间面临的最大挑战 那么,你可能还没有尝试在魁北课程的蒙特利尔用你的学校法语去点一份烤肉三明治 首先,让我们来谈谈精通双语的秘诀 在加拿大,英语和法语是两种官方语言 而精通这两种语言,无疑会为你的学术和职业生涯增添光彩 但是,如何在留学期间成为一个双语高手呢? 一,沉浸式学习 如果你想要快速提高语言能力,最好的方式就是让自己沉浸在语言环境中 在加拿大,这意味着你可以选择在英语或法语为主的省份学习 比如,你可以在安大月省的多伦多沉浸在英语中 或者在魁北克的蒙特利尔沉浸在法语中 记住,沉浸式学习并不意味着你需要在雪地里打滚来沉浸在加拿大文化中 二,双语课程和活动 许多加拿大大学提供双语课程 这是提高你第二语言能力的绝佳机会 此外,参加语言交换活动或加入双语俱乐部也是很好的选择 这样,你不仅能学习语言,还能结交新朋友 当然,如果你的新朋友是一只会说法语的海狸 那就更有趣了 三,不要害怕犯错 学习语言的过程中,犯错是在所难免的 不要因为害怕说错而放弃说话的机会 记住,即使是加拿大的首相也可能在公共演讲中说错词 而且,他们有时候还会被海狸纠正 现在,让我们来看看挑战 学习一门语言是一项艰巨的任务 更不用说两门了 在加拿大留学时,你可能会遇到以下挑战 一,方言和口音 加拿大英语和法语都有自己的方言和口音 你可能会发现,即使你的课堂法语很流利 但在魁北克的街头,人们说的法语听起来像是另一种语言 同样,纽芬兰的英语口音也可能让你觉得自己听的是爱尔兰广播 二,文化差异 语言不仅仅是单词和语法,它还包含了文化 了解加拿大的文化习俗和幽默感是掌握语言的关键 比如,如果你不知道冰球是加拿大的生活方式 那么,你可能会错过很多与同学们交流的机会 三,时间管理 在学习专业课程的同时,还要抽出时间来学习语言 这对时间管理提出了很高的要求 你可能需要再写论文,准备考试和学习语言之间找到平衡 这就像是在滑冰时,尝试做一个三周跳 需要技巧和练习 总之,成为一个双语高手需要时间,耐心和实践 但是,一旦你掌握了这项技能 你就会发现自己不仅能在加拿大留学期间游刃有余 而且在未来的职业生涯中也会受益匪浅 所以,穿上你的羽绒服,拿起你的法音字典 开始你的双语之旅吧 记住,每次你在冰上摔倒 都是在学习如何更优雅地站起来 加油 谢谢小六子的介绍 那再跟我们介绍一下 留学生的加拿大农场实习 田野中的学习 当然,我很乐意以一种轻松愉快的方式 为您描绘留学生在加拿大农场实习的生动画面 想象一下,一个习惯了城市喧嚣 手指在键盘上 飞舞比在泥土中更自如的留学生 突然发现自己置身于广阔的加拿大田野之中 这不仅仅是一次文化的冲击 更是一次对身体力行的挑战 这里,WiFi信号可能不如牛群可靠 而最近的星巴克可能是一片遥远的麦田 首先,我们的留学生朋友们可能会发现 农场生活的节奏与他们在图书馆里熬夜写论文的节奏大相径庭 这里的攻击比任何闹钟都要有效 清晨的第一缕阳光就是他们的起床铃 而且,这里的校车可能是一辆颠簸的拖拉机 而教室则是一片无垠的土地 在这样的环境中 留学生们不仅学习如何种植作物,喂养牲畜 还要学会如何与自然和谐相处 他们可能会学到一只羊的表情 可以告诉你他的心情 而一片云彩可能预示着即将到来的暴风雨 这里的每一堂课都是关于生命 生态和耐心的课程 有趣的是,这些留学生可能会发现 尽管他们来自世界各地 但在农场这个大自然的课堂里 他们都变成了同样的新手 他们可能会在尝试驾驭一匹顽固的马匹时 互相打气 或者在收获季节一起庆祝他们的第一篮子土豆 不过,别以为这些留学生的实习 就只有辛勤的劳作 在一天的工作结束后 他们可能会围坐在篝火旁 分享来自世界各地的故事 同时品尝由新鲜农产品制成的美食 这样的经历 不仅让他们的身体得到锻炼 更让他们的心灵得到滋哑 最终 当这些留学生结束他们的农场实习 他们不仅带走了对农业的深刻理解 还有一段难忘的经历和一群新朋友 他们可能会发现 尽管最初来到农场时感到手足无措 但离开时 他们已经学会了如何在生活的田野中 播种希望 耕耘梦想 谢谢小六子的介绍 那再跟我们介绍一下 加拿大留学 探索海洋生态与海岸线保护 好的 让我们潜入加拿大留学的海洋深处 探索那些藏在波涛之下的知识宝藏和海岸线保护的秘密 首先加拿大这个地球上的冰冻王国不仅以冰球和风唐闻名 还有着世界上最长的海岸线 这里的海岸线长到你可以用它绕地球几圈 如果你有那个耐心的话 留学生来到这里不仅可以享受到优质的教育 还能在课余时间与海报打打招呼和鲸鱼唱唱歌 当然如果你的音调足够高 海洋生态学是一个研究海洋生物与其环境相互作用的学科 在加拿大你可以在实地考察中学习到海洋生物多样性 海洋生态系统的结构和功能 以及人类活动对海洋的影响 这里的海洋生态系统就像是一个水下的联合国 有着形形色色的成员 从微小的浮游生物到巨大的蓝鲸 每个成员都有其独特的角色和故事 而海岸线保护 这个不仅仅是建几个沙宝那么简单 加拿大的海岸线保护工作 涉及到复杂的生态恢复项目 可持续的渔业管理 以及对抗气候变化引起的海平面上升 留学生在这里可以学习到如何使用科学数据来制定保护策略 如何与当地社区合作来保护海洋资源 甚至如何通过法律手段来保卫海洋生物的家园 有趣的是 加拿大的海洋生态保护工作 有时候还会遇到一些特殊的挑战 比如 有一次科学家们在研究海报的时候 发现这些可爱的生物竟然偷偷跟着渔民学会了如何打开渔网偷鱼吃 这不仅让渔民哭笑不得 也让科学家们对海报的智慧刮目相看 总之 加拿大留学不仅能让你获得深厚的学术知识 还能让你在海洋生态保护的实践中 体验到与自然和谐共处的乐趣 你会发现 这里的海洋生物和保护工作人员一样 都是非常酷酷的伙伴 而你的留学经历将会像海洋中的一场奇妙航行 既充满挑战 也充满惊喜 谢谢小六子的介绍 那再跟我们介绍一下 枫叶国的艺术殿堂 加拿大美术馆与设计学院 当然 我很乐意带您领阅一下枫叶国 也就是加拿大的艺术殿堂 加拿大 这位以宾求 枫唐江和友好的对不起文明的国家 其实在艺术领域 也是有着自己的独特魅力和丰富传统的 首先 我们得提一提加拿大国家美术馆 National Gallery of Canada 它位于首都沃泰华 是加拿大最重要的艺术机构之一 这个美术馆的建筑 本身就是一件艺术品 设计的既现代 又有点像巨大的玻璃飞碟 仿佛随时准备 带着加拿大的艺术精华飞向宇宙 里面收藏的艺术作品 从中世纪的宗教化 做到当代艺术的前卫创作 应有尽有 可以说是一次穿越艺术史的时空之旅 而在多伦多 我们有着著名的安大院艺术馆 Art Gallery of Ontario Argo 这里的藏品数量之多 足以让你在里面迷路 Argo的建筑 由加拿大出生的世界级建筑师弗兰克 盖里进行了扩建 它用曲线和光影玩了个大的 让人一走进去就有种挖塞 这也太酷了吧的感觉 Argo的藏品中 有一大亮点是加拿大的七人画派 Group of Seven 这帮家伙在20世纪初期决定 把加拿大的自然风光化的根式一样 结果创造了一系列 让人看了就想去露营的画作 再来说说加拿大的设计学院 比如多伦多的乔治布朗学院 George Brown College的设计学院 他们培养了一大批设计师 这些人毕业后 可能就去给你最爱的冰球队 设计新的队符 或者悄悄地 在你的咖啡杯上画上一只枫叶 让你的早晨多一份惊喜 最后 我们不能不提蒙特利尔的 加拿大建筑中心 Canadian Center for Architecture CCA 这个地方不仅是建筑爱好者的圣地 也是对于任何对城市空间 和设计感兴趣的人的宝库 CCA的展览和藏品让人明白 建筑不仅仅是砖头和水泥的堆砌 它是文化 社会和历史的交汇点 总之 加拿大的美术馆和设计学院 就像是一杯热腾腾的 风糖浆拿铁 既有深度又有甜度 让人品尝之后温暖而满足 不过 别忘了 艺术就像冰球一样 最好的欣赏方式 是亲自参与其中 所以 下次去加拿大 别只是去看冰球赛 记得也要去艺术殿堂转一转 说不定你会在那里找到 让你心动的艺术灵感呢 各位观众朋友们 今天我们一起探索了 加拿大的大学科技园区 双语学习 农场实习 海洋生态与海岸线保护 以及美术馆与设计学院 加拿大 这个既有冰冷的冬天 又有炽热的创新激情的国家 以其独特的魅力吸引着世界各地的留学生 大学科技园区是创新的孵化器 培育着无数创业者和发明家 在这些科技园区里 人们利用最尖端的科研设施和一流的研究人员 将想法变成现实 而双语学习 则是加拿大留学生的一项重要任务 通过沉浸式学习 双语课程和活动 以及不害怕犯错 留学生们可以在加拿大留学期间 掌握两种语言 农场实习是一次对身体力行的挑战 留学生们不仅学习如何种植作物 喂养牲畜 还要学会如何与自然和谐相处 海洋生态与海岸线保护 则让留学生们深入了解海洋生物和海洋保护工作 体验与自然和谐共处的乐趣 美术馆和设计学院则为留学生提供了 欣赏艺术和培养设计能力的机会 通过这些内容 我们可以看到加拿大的创新精神 语言多样性 对自然的热爱和艺术魅力 加拿大留学不仅能够获得优质的教育 还能够拓宽视野 锻炼身心 结交朋友 让我们从不同的角度审视世界 那么你有什么样的想法呢 你对加拿大的大学科技园区 双语学习 农场实习 海洋生态与海岸线保护 以及美术馆与设计学院 有什么看法或者疑问 欢迎留言与我们分享 谢谢大家收看六度穿越系列节目 这个节目由媒体专业人士 科学家 工程技术人员编撰设计制作 但是 这些内容并非用于做出决策 或法律裁定的基础 欢迎在节目留言区发表您的见解 纠正节目可能存在的错误 谢谢大家收看 欢迎订阅我们的频道 给我们节目点赞 请不吝点赞